大家好,我是莫sir,今天會跟大家講的課題是《常見記力之中的張力》下集 在上一集,我跟大家介紹了什麼是張力,並講解了一些關於繩的東西 我亦講到,我們處理與繩有關的問題時,會採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模型來描述一條繩,這個模型就叫做《不能伸長的輕繩》 在未來這一集,我會介紹繩的一個拍檔,叫做《滑倫》 《滑倫》是什麼呢?它就是一個圖,可以給你掛繩在上面,我想你應該不會見過的 《滑倫》這件事有好幾種用途,其中一種就是它可以用來改變施力的方向 例如你站在一個井前面,而井裡有一桶水,你當然就可以向上拉繩把水桶拉上來 但你亦有另一種做法,就是在井口掛一個滑倫,然後把繩繩繩過上面,再這樣拉繩 這樣做是會容易過你直接拿繩向上把水桶拉上來的 那這個就是滑倫的其中一個用途,而滑倫是還有另一個很方便的用途 就是可以用來增加施力,如果你有機會去貨櫃碼頭看看 你會發現那裡的吊臂上有很多個滑,要那麼多個滑來做什麼呢? 原來用多幾個滑,是可以給你用小一點的力氣來清起很重的東西的 這件事是怎樣做到的呢?一會兒我們做例題的時候用實際的數字來計算一下就明白了 好了,跟繩的情況一樣,我們現在就初學而已,盡可能就不想把事情搞到那麼複雜 所以我們只會用一個最基本的模型來描述滑倫 而這個模型就叫做無摩擦的輕滑倫 無摩擦的意思就是,我們是假設這個滑倫跟它的轉軸之間是沒有摩擦力的 而輕的意思就是,我們假設這個滑倫的質量是無限接近零的 在這樣的假設之下,如果我們看到有一條繩兜過一個滑倫 當條繩拉直的時候,繩在滑倫兩邊的張力就會一直保持相同 實際上這兩條繩裡面的張力可以是不同的,但是我們現在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假設兩邊是一樣的 那麼這條繩比它扯著那兩塊東西的力就會是相同的 一會兒我們又會在例題裡面示範一下這件事的具體操作是怎樣的 那麼這些就是關於滑倫你需要知道的東西了 理論就講到這裡了,接下來我們就試一下把剛剛學到的理論應用在一些實際的問題上 如果剛剛有些什麼你聽完之後不明白的話,可能做幾題就會明白了 跟以往一樣,例題就有中英文版的PDF可以下載 連結就放在這條影片的下面,有需要就自己去下載 這一集和上一集總共有三題例題 我們上一次已經完成了第一題,今次我們就把第二和第三題都做了 特別注意一下,由於接下來這兩題牽涉一些比較複雜的分析技巧 我就想將計數的部分盡可能去簡化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假設重力加速度等於10個MS負二次 就不是9.81個MS負二次,請你記住了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第二題了 餘下圖所示,木箱C和鐵球D又不能伸長的輕繩相連 這條繩繩繞過一個無摩擦的輕滑輪,而C就放在一個光滑的平面上面 然後題目又給我們看了一張圖 以知C和D的質量分別是3KG和2KG,求它們的加速度 好了,又一次我們要選圓點和座標軸 在之前幾集,當我們討論兩個環以上的物體的時候 我在原點和座標軸這方面就講解得比較隨便 但是來到滑輪的問題上我就不可以這麼隨便 要認真一點講詳細一點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可以看到C是向右邊移動,而D是向下面移動 那麼我們的圓點和座標軸應該怎樣選擇才可以方便描述C和D的運動呢? 在多數的情況之下,我們採取的做法是這樣的 當我們考慮C的運動的時候,就會選C的初始位置做圓點 考慮D的運動的時候,就會選D的初始位置做圓點 我們甚至可以為這兩個物體選擇兩套不同的座標軸 在運動開始之後,我們就由C和D的原點來量度它們的位移 並且根據這個位移分別計算速度和加速度 那麼我們就可以對這兩個加速度使用牛頓第二定律 亦可以對它們套用雲加速運動方程 有些人可能會問下兩個物體用兩個座標系統可不可以嗎? 如果你有這樣的疑問的話,我寫了一份補充筆記 來解釋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做 那份筆記的連結就放在這條影片下面,有興趣就自己去看看吧 那我們回到題目那裡 當我們考慮C的運動的時候,就把原點放在C的初始位置 並且取向右為正 當我們考慮D的運動的時候,就把原點放在D的初始位置 並且取向下為正 由於這條繩是不可生長的輕繩 D動多少呢?C都會動這麼多 所以D的速度和C的速度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D的加速度也和C的加速度是相同的 那我們就把這個加速度叫做A0 跟著我們就想找這個加速度等於多少 所以又要用牛頓第二定律 那我們就來數一下作用於C和D的力有哪些 首先C和D都是有重量的,它們的量值分別是MCG和MDG 另外C是會感受到來自平面的發向力N,令它保持在平面上面 跟著C和D就有一條繩連接著 這條繩是不可生長的輕繩 中間是兜過一個無摩擦的輕滑輪 所以這條繩施於C和D的力是相同大小的 我們就把這個大小叫做T 那我們就把這些東西射低先吧 假設T是繩裡面的張力 考慮水平運動,假設A0是C的加速度,取向右為正 如果是這樣的話,當我們考慮垂直運動的時候 D的加速度都是A0,取向下為正 跟著我們可以把C和D的旁邊看圖都畫在答題上 現在題目就要我們找C和D的加速度 也就是說我們要計算A0等於多少 如果我們考慮C的水平運動,是沒有辦法找到A0 因為我們不知道T等於多少 如果我們考慮D的垂直運動,也沒有辦法找到A0 原因都是因為我們不知道T等於多少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這兩條式 那麼我們就有兩條式和兩個未知數 其他的數值我們都知道了 只要解開這個聯立方程,就可以找到A0 那我們就來試一下吧 考慮C的水平運動,取向右為正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就有Fn等於ma 由此就可以得到Mdg-t等於mdxA0 我們知道mc等於3KG,所以就可以得到T等於3A0 這是我們的第一條方程式 接著我們就考慮D的垂直運動,並且最向下為正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就有Fn等於ma 由此就可以得到Mdg-t等於mdxA0 我們知道md等於2,g等於10,這樣就可以得到210-t等於2A0 簡化一下就是20-t等於2A0,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二條方程式 最後我們就把這兩條色陷入,把第一條色代入第二條色入面 這樣就可以得到20-3A0等於2A0 把3A0丟到對面就可以得到5A0等於20 然後兩邊除5就可以得到A0等於4MS負2次 所以C和D的加速度都是4MS負2次 這樣我們就搞定第二條題了 這個就是處理滑輪問題的方法 你主要要搞清楚的是兩個物體之間的加速度有什麼關係 搞得清楚剩下的都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最後我們就看看第三題了 這題是關於一個使用滑輪的技巧 可以用來幫助我們撐起一些很重的東西 那我們就看看題目吧 考慮右圖鎖匙的滑輪系統 系統裡面,鐵球F有不能伸長的輕繩連接至天花板 而這條繩是兜過兩個無摩擦的輕滑輪 然後題目就給我們一幅圖看吧 部分A,如果鐵球F下降1米 木箱E的位置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我們首先來研究一下這個滑輪系統是做什麼 這裡就有兩個滑輪 然後就有一條繩兜過這兩個滑輪 E和F都是可以向上和向下移動的 當E向上移動的時候 F就會向下移動 而E向下移動的時候 F就會向上移動 現在的問題是 如果F向下移動1米 那麼E的位置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我們需要注意的重點是 這條繩的長度是不會改變的 如果F上面的結繩變長了的話 E上面的兩結繩應該就會變短了 當F上面的結繩變長了1米的時候 E上面的兩結繩加起來應該就會變短了1米 也就是它們分別變短了0.5米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推斷得到 E的位置應該是上升了0.5米 這就是部分A的答案 我們可以在答題子上面寫 當F向下移動1米的時候 E就會向上移動0.5米 我們想一想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滑輪系統是用來將一些很重的東西秤起的 在這個例子裡面 那個很重的東西就是木箱E 而我們秤起它的方法就是拉動右邊這條繩 而這個系統的得意之處就是 我們要拉2米的繩 這個重物才會上升1米 那豈不是很虧 好像要做多很多東西那樣 是否這樣呢? 我們要做PART B先說一下 PART B就是這樣的 如果E和F的質量分別是8KG和5KG 我們就要計算F的加速度 我們可以看到F是沒有E那麼重的 如果我們放手讓它自己動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可以試用牛頓運動定律來預測一下 跟上一題一樣 我們會對E和F使用兩個不同的座標系統 首先我們會用它們各自的初始位置做原點 然後對於兩個物體我們都會取向上做正 跟著我們就要想一下 這兩個物體的加速度之間有什麼關係 我們在PART A看到 如果F是上升1米的話 E就會下降0.5米 如果F的位移是SF E的位移就是-1SF 按照樣 如果F的速度是VF E的速度就是-1VF 所以如果F的加速度是AF E的加速度就是-1AF 知道兩個加速度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開始想牛頓第二定律 那作用在E和F上面的力有什麼呢? 首先它們都是有重量的 量值分別就是MEG和MFG 然後它們都感受到條繩比的向上拉力 假設條繩裡面的張力是T 那麼F感受到的拉力就是T 而E連連滑輪感受到的拉力就是2T 作用力就是這麼多 我們先把作用力和加速度射低 假設T是條繩裡面的張力 考慮垂直運動 假設F的加速度是AF 取向上為正 那麼E的加速度就會是-1AF 也是取向上為正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E和F的旁邊 都畫到特題子上 好 接著我們就開始計數了 那麼我不講那麼多沉氣的東西 考慮E和它拉著滑輪的運動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就有2T-MEG等於ME乘負二分一AF 然後考慮F的運動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就有T-MFG等於MF乘AF 是不是好得人怕呢?不用怕 看真一點 這裡是有兩條式和兩個未知數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我們知道的數值 當你把你知道的數值填進去 你就要發現 這個只是一個普通的二元聯絡方程 只要解開它 就可以找到T和AF 那麼我們就來試試解開這個聯絡方程吧 考慮E和雙連滑輪的運動 取向上為正 首先FN等於MA 然後FN就是2T-MEG A就是-1AF 將所有已知的數字 代入去 代入去 就可以得到 2T-810等於8乘負二分一AF 然後我們想找AF 所以就把T撥到一邊 得到T等於40-2AF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條方程式 然後我們就考慮F的運動 取向上為正 首先FN等於MA 然後FN就是T-MF乘G 而A就是AF 將所有已知的數字 代入去 就可以得到 T-5乘10等於5乘AF 然後 簡化一下 就可以得到T-50等於5AF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二條方程式 最後我們將1 代入去2 就可以得到 40-2AF再-50等於5AF 兩邊一起加兩個AF 就可以得到 7AF等於-10 然後兩邊除以7 就可以得到 AF等於-1.43MS-2次 所以 F的加速度 是1.43MS-2次 方向是向下的 搞定 留意重點 AF算出來是負數 亦即是說 F的加速度 是向下的 那即是怎樣呢? 就是說 雖然E和F相比 F是輕一點 但是這個滑輪系統 是令到F下降 而E上升 原來在這個滑輪系統裡 雖然我們拉條繩 要拉雙倍的長度 才可以令到木箱動一點 但是這樣做換來的結果是 我們拉繩 給木箱的力 都會變成雙倍 如果你再做多幾個輪 再繞多幾個圈 那你拉繩的距離 就會再變長多幾倍 但是同一時間 你給的力 亦會變大多幾倍 這個就是用滑輪 來增加私力的技巧 在整個DSE課程來說 我認為滑輪 就是牛頓運動定律裡 最難的問題 如果你搞得到滑輪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都沒有什麼 可以難得到你 又是 對了 記住了 不要只聽我說 你自己都要動手練習 你聽我說 那些東西是我的 自己動手做 那些東西就會變成是你的 來到這裡 我就講完 重力 發向力 摩擦力 和張力 這四種力 應該就是我們日常生活裡 最常見的力 學懂它們之後 你應該就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 接下來下一集 我就會講完單元2的課程裡 最後一種常見的力 叫做流體阻力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